等一下我要去見個投資人 我先陪你打車吧 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吧 你回家別把媽 我晚飯前回去 拜拜 師傅 跟上前面那輛車 好的 一成 你可算到了 安德魯就在房間裡等我們 走吧 好 好 你好 能不能幫我查一下 江一成先生的房間號 我是他朋友 抱歉 女士 我們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 能不能借我一下紙盒筆啊 能不能借我一下紙盒筆啊 麻煩你把這個字條轉交給他 好的 稍等 我確認一下 江一成先生 並沒有入住我們的酒店 那你幫我查一下黎曼吧 巴黎的黎 漫畫的嗎 好的 稍等 我可以幫你轉交給黎曼女士 不用了 謝謝 你這個衣服 會不會太休閒了 陸裡選的 我們穿的情侶裝 還真是小女孩會做的事情 我就是這樣 你在哪裏 著急回家了嗎 我沒想到你們倆實在空中 聊了兩小時 看来安德鲁应该很喜欢你 谢谢 如果能达成合作的话 你就是第一功臣 你要真想谢我的话 那就请我吃饭吧 今天过节 我要陪家人一起吃饭 是啊 今天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 可惜 我就没有这样的家人 改天我和陆离青吃饭吧 那我可记得了啊 你欠我一顿饭 来了 惊喜 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躲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陪你一起过中秋了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陪叔叔阿姨吗 他们有我哥和嫂子陪 你只有自己 所以我当然要过来陪你了 猜猜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月饼 再详细一点 很贵的月饼 错 是我亲手为你做的月饼 快来尝尝 这是你做的啊 当然了 这是我专门找师傅学了一上午的 你快拿一个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味道还不错 你不会谁做一个月饼 把人家店给卖下来了吧 哎呀 百秘书 我忘了他们家月饼都有logo了 不过我本来也没相信 你一个连面都不会煮的人 会做月饼 不 你可以质疑我的能力 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心意啊 虽然我不会 但我可以学嘛 买的也是心意嘛 不一定非要自己做啊 我真的做了 只不过 太好吃了 我自己都吃掉了 喝点什么 苏打水吧 等一下 这是什么 没什么 来 手怎么了 做月饼的时候烫的 你不会做就不要逞强嘛 吃买的也是一样的呀 那咱们能一样呢 难道你吃了我亲手给你做的月饼 不会更敢怒吗 我看看 来 伤口处理过没有 还没 跟我来 我去拿药箱 有点疼啊 疼吗 你给我吹水就不疼了 你看 伤口上有些黑色色的沉着 等过段时间会变黑 不过 等到恢复的时候 那就好了 反正如果留疤的话 你要对我负责任 安一下 谢谢你的月饼 虽然糊了点 但是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一会儿我睡 一鸣 可不可以再帮我加个蝴蝶结啊 好